这次这个尼泊尔的8.1级地震呢是近81年来当地最为严重的地震 尼泊尔已经向相关的国家呢发出了这个救灾的援助申请 26号中国印度新加坡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开始陆续的向尼泊尔提供援助 昨天下午中国国际救援队抵达加德满都 在与我国驻尼泊尔使馆和当地政府召开紧急碰头会后 救援队分成多个先前救援小分队分散到五个重灾区域展开救援 在抵达加德满都两个小时后 救援人员就在市区一处废墟下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在三个小时持续不断的紧张救援后 中国国际救援队成功将这名幸存者救出 接下来救援队将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 利用多种技术手段对重点区域展开生命迹象探测和排查 今天凌晨 中国政府医疗队从成都搭乘专机前往加德满都 这是我国向尼泊尔镇区派出的首支医疗救援队伍 他们将在尼泊尔展开为期10天的医疗救援工作 这支医疗队共58人是我国唯一一支能够在海拔4000米以上展开救援的队伍 并拥有特种车辆 高压养舱以及移动医院等设备 队员们曾参与庐山地震等救援 26日晚 新加坡武装部队三架C130运输机 运送21名医护人员以及一支6人救援先遣队飞往加德满都 同时出发的还有一支来自新加坡国民防卫部队和警察部队组成的搜救队 与尼泊尔接壤的印度目前也正在紧急筹备 包括食品药品 饮用水等紧急救灾物资支援尼泊尔灾区 印度军方还向尼泊尔派出了军用直升机和285名救灾队员进行紧急援助 此外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6日宣布将派遣两家货机 向尼泊尔运送120吨的人道援助物资 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其快速反应小组已经抵达加德满都 帮助尼泊尔政府展开救灾行动 国际红十字会则表示 正在与尼泊尔红十字会合作 准备向灾区提供援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日也宣布 以准备好向尼泊尔派遣专员 帮助尼泊尔政府评估地震对经济造成的宏观影响 以及救灾和重建所面临的资金需求 8 2 8 9 7 1 1 9